我們在編輯的過程裡面 有時候老師會不小心動到地板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它可以鎖定 你看滑鼠的右鍵 滑鼠的右鍵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一個叫鎖定基本元素 基本元素包括什麼 地板就是我們講的房間 牆壁 所以當你按這裡的時候鎖定 你再來移動 看看有沒有發現動不了 對不對 其實我跟你講 如果你懶得按右鍵 不要這樣 人家這裡有一個鎖頭 有沒有小小一個 按一下 按一下有沒有可以打開 意思一樣啊 那如果你是模型怎麼辦 你看我這樣鎖住 這樣不會懂 可是如果我覺得 這個噴水 那個 我看一下 比如說我這個 這個 那個叫什麼 橫架 我不想去動到它 那怎麼辦 點兩下 它如果不是基本元素 你就把它勾起來 它就屬於基本元素 你看我先把它解除一下 你看一下 我現在已經不是基本元素了 所以我把這裡鎖起來 這裡不能動 請問這裡可不可以動 這裡是不是可以動 對不對 這裡不能動 那如果我現在呢 把它鎖起來 點兩下 設為基本元素 確定 這樣是不是它就動不了了 這樣了解 好 所以你要解鎖 你自己下去解鎖 從這邊解鎖也可以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動了 就是你看 重點在於說你要認識 要不要把它變成所謂的基本元素 如果你把它變成基本元素 那就沒有問題 就可以直接使用 好就可以使用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剛剛那個 我看一下 這樣鎖定了 應該數也都一樣 都是一樣的 那預設就是我們地板跟牆壁 它是屬於基本元素 好